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他 曾經主持過無線和RSE 多個經典節目和大叔的 金牌詩儀何守信 月內今年已經83歲了 已經退休移民加拿大的何守信 最近低調返港 現身港台節目《開心日報》 擔任最後一集訪談嘉賓 令到不少觀眾都十分驚喜 見到他中氣十足 專輸和以前一樣這麼快 精神狀態相當不錯 何守信透露 其實在疫情期間 自己都有反港幾次 由於一向都不喜歡應酬 所以每次都十分低調 未有跟太多人說 不過今次反港行蹤提前思路 他就說多得大姐明 原來早前他和RSE的一位老朋友見面 誰知就被大姐明得知 他還很開心很興奮要跟著來見他 當然他們曾經一起主持RSE經典節目 今日看真點 其實他們交情甚到 何守信搞笑話 大姐明很有我心 去到吃飯 當然要一起拍張照啦 怎知那些這樣的人仔 這麼喜歡拋上網 不少網民都帶讚他狀態好好 希望他可以多些反港 和大家見面 在哪邊 等下